而氣柴油價格之所以調漲 跟美國暴雪 脫離不了關係 這是因為這個大雪冰封 導致德州煉油廠無法運作 目前美國每天石油產量 是少了四百萬桶 這相當於掉了四成的石油產能 成為史上最嚴重的跌幅 布蘭特石油期貨上週五 報價每桶六十二點九一美元 西德州原油期貨報價 更是跌破了六十美元 超過了百分之二十 另外 半導體晶變產能同樣受挫 專家分析 這樣子的季節性影響 對國際經濟市場 雖然不至於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但是還是有相當大的衝擊 整片白雪把路面冰封 美國德州大雪承災 造成煉油廠發電及大停電 石油產能嚴重停擺 大雪撼動全球石油市場 根據上週五 二月十九號的報價資料 北海布蘭特原油期貨 收在每桶六十二點九一美元 美國西德州原油期貨 更是突破六十美元 收在每桶五十九點三四美元 全面上漲的幅度超過百分之二十 分析師指出目前石油的價格雖然還不到去年的高點 但這樣的漲幅一定會對國際市場造成短期衝擊 另外德州的半導體晶片產能同樣也被大雪冰封 德州經濟大動脈卡關將近一週時間撼動國際金融市場 而全球正處在經濟復蘇期 發生這樣的天災無疑是造成嚴重打擊 華誌新聞外山羅大偉台北報導 發生點燃 拜託时的約 Ende時 晚上410月 181 nehmen 我們有知道 我們 你 你 權